弟子日日听理讲经 但面对道场复杂的境界 总是烦恼稀奇做主 弟子深感惭愧 这样修行能往生吗 往生原因很多 大概最重要的 还是过去身中的善根 每一个往生人绝对不是这一生才学佛 才遇到净土 过去身中都曾经 多生多世 生生世世都接触过净土 都念阿弥陀佛 但是都没能往生 现在还在这个人间打滚 那么你就警觉到了 我这一生要不能去呢 那又要延期到来生后世 那这一生怎么能往生呢 这一生能忍就往生 不能忍辱就不能往生 就是什么你都能受得了 什么不要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的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知道这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金刚经上所说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到你生烦恼的时候 念这句经文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你就会消掉了 情绪就可以恢复稳定 那么这个到常复杂的事情是很复杂 这刚才跟你说过的复杂情形的来源 他就是这么复杂 他要不复杂 那这个世界所有一些灾难都没有 所以今天到常的复杂 也都是正常的 那我们在此地 要怎样做一个如法修行的人 去感动到常上的人 那就是什么 什么样的亏我们吃 什么样的便宜都让别人 辛苦的事情我们多做一点 我们真正做好的事 一尘不然 久而久之自然能感忘 一定能感动别人 如果这个道场 真的有两三个如法修行的人 大家都会感动 那么你现在在此 在这个道场里面 你一看到的时候 这个很复杂 人家看你也很复杂 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你看到人不如法 别人看你也不如法 所以说道场一定要有天经 天天听经 天天学习 天经不是说听懂了 懂了没用处 要做到才行 懂了做不到 跟没听有什么两样 所以一定要做到 这个就是真修了 难得了 我们能遇到精总法门 老师念佛 求生进度 等到这个世界上 众生什么时候回头是暗 什么时候再来 这就对了 所以现在千万不要跟人家怒气 人家打我骂我 笑一笑就好 给他道个歉 给他救个宫 给他问个训 绝对没有怨恨心 还谢谢他 消我业障 真的 我不生气 业障就消了 我一生气 麻烦就大了 那不但业障没笑 业障又挣扎 他骂我 打我 无辱 我一点都不生气 业障就笑了 谢谢他 谢谢他替我笑业障 谢谢你